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崇洋道长 大家知道,熊狮和瓷狮因为中毛的差异 使得它们之间的外观上的差别十分明显 而大家一眼就能分辨出瓷狮和熊狮 而在瓷虎和熊虎的分辨上可能就比较难分辨一些 所以大家经常在网上看一些动物园的狮子和老虎混养的 一些狮子欺负老虎的视频 然后大家就会很奇怪的发现 狮子欺负老虎的视频里面 老虎明显的比狮子小很多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熊狮也不傻 任何动物它都会对自己和对方的实力做一个评估 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动物园里面被狮子欺负老虎的视频 你仔细观察它的后面 你就会发现它是没有淡淡的 很多都是瓷虎 那么瓷虎和熊虎在体型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那么我们今天就通过一些成年的瓷虎和熊虎 很多是夫妻 通过他们在一起的照片 这种直观的对比 他们之间非常大的这种体型上的差异 虽然看这一张 这一张呢明显可以看出 熊虎的头呢 比瓷虎的头要大非常多 虽然熊虎是趴在那里没有站起来 但是呢熊虎的这个四肢粗壮程度也是瓷虎没法比 这样呢是一个熊性的西伯利亚虎和一个瓷虎性的西伯利亚虎在雪中行走的照片 可能有的人呢看到这里会觉得非常惊讶 说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其实就是这么夸张 我们前面说过呢 熊性的西伯利亚虎平均体重呢 有180到306千克之间 而瓷性的西伯利亚虎呢 是100到160千克之间 所以呢 两者的差别经常在100千克以上 100千克呢 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家中如果养有多只宠物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 就比如说你家中的猫 它差别1至2斤的话 它的体型上的差别呢都非常的明显 它们的体型差距 它们的体型差距 它们趴在一起玩 这里能看出来它们的体型差距 它们和朱莉在一起的对比的场景呢 非常多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纪录片 可以看一看很直观的这种凶虎和瓷虎之间的体型的差距 这个应该是营救大猫那个频道里面的 这个对比呢也是非常的明显 感谢观看 вниз楼ة 他是um亜的 是啊 嗯 就像得沉 全部 съела 在和外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